是邏輯,所以理論上我的習慣是先把那個邏輯圖大概先畫一下 那我大概就知道怎麼做了,所以AND的做法是這樣,就是一負 那我的習慣還是先打AND,因為AND如果你用插入函數會比較容易亂掉 錢刮弧 那這個怎麼樣呢 我需要的是應該是他如果是 你可以先大於 加個等於好了 負百之五 他應該要交叉的地方 上面嗎 跟那個下面 逗點,第二個是 這個 他是 小於等於5% OK 那只要在這個range裡面的話,有沒有這個區塊交叉的地方 表示他怎麼樣 是標準 反之的話呢那就不標準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標準,反之的話呢就是不標準 好,這樣的話呢 這個邏輯敘述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你會發現 同樣的一個問題 你用交集或連集其實都可以解得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不見得是這個地方 其實在 撰寫程式也是這樣 不同的工程師有沒有 不同的設計師喔 他們想的方向不一樣 寫出來的程式呢 也一定就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喔 沒有完全一樣 即便是 解決一樣的問題喔 不同的人寫出來的程式 結果 一定也不一樣 不可能一模一樣的 這個除非是怎麼樣 除非是兩個人真的是上輩子 或者是可能抄襲啦 對不對,不然的話 不過有時候偶爾會看到有一些人寫法跟我 跟我的style還蠻像的 那 因為像 跟各位講一下 雲端上面的程式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寫的 我的程式 絕對有我的原創性喔 那些每一行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寫出來的 所以跟坊間的書籍 所看到的程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這樣寫 他為什麼這樣寫 到底很簡單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我的程式訴求是 第一個 程式越短越好了 前面跟各位講 第二個 程式越直覺越好 因為我是由直覺看到什麼而寫出來的 那一般的坊間的書籍是因為 他要賺稿費啊 所以程式不能寫太少嘛 寫太少不感覺 怎麼可以 一般你會發現坊間書這麼厚 不是開玩笑的 這感覺好像 因為每個人寫法不一樣 第二個是 坊間的書籍 盡量會用抽象化來敘述 所謂的抽象化就是說 會用物件導向的觀念 物件導向就是說 他可能會先把資料先丟到一個物件 然後用那個物件呢 去做後續的所有事情 那樣的寫法好不好 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反正每個人習慣的方法不一樣 寫出來結果就會有不一樣 那看你個人習慣 我是覺得那種方法 對於進階的 很會寫程式很OK 但是呢 對於入門的 學習者來說 那是一個 很難跨越的 一個鴻溝啦 因為什麼都不知道 你跟他講 物件導向 豈不是要他的命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物件導向 我光看 我看很久 還是實在不了解 後來怎麼懂呢 程式寫完之後我才懂 亂玩之後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有時候你光看書 書裡面寫太抽象了 那東西都是虛的 怎麼可以聯想 而且都在電腦裡面執行的結果 你又不是電腦 你怎麼看的 所以對一般人來說 還是太困難了 按確定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向下填滿 放開有沒有發現 不一樣的公式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卻一模一樣 其實不用很奇怪 第二個是 如果我希望不標準 的部分 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變 這個不標準 可以把它變過瘦 或者是過胖 因為呢標準體重這個地方 假如說是 大於5%的話 表示他太瘦了 因為他減肥 增胖 增加27 有沒有 這個人標準體重 應該57 結果呢 他怎麼樣呢 他才45而已 顯見他是要太瘦了 那這個 負 8 表示他減肥 他 標準體重 應該73.5 可是他體重大概80 所以像我前一陣子 我也快碰到90公斤了 所以 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出門就覺得很沒有信心 所以呢最近 大概這兩個月吧 只要有 時間呢 連感冒都跑去游泳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想應該三天就好了 結果到現在還有 一點 因為 就想說 一定要瘦 一定要瘦 一醒來 第一件事情本來講 沒睡飽 想到太胖了 就一趕快起來了 沒有 這自己的想法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 對不行不行 所以 每天就 反正沒什麼 就一定是 跑游泳池 早上一定要去一下 我今天發生一件事情 很好笑 就是因為沒有睡飽 然後早上就到了游泳池 進去了 準備要換衣服的時候 發現我的泳褲在哪裡 就很忘了帶了 然後就跟那個 櫃台講 不好意思 我 忘了 我等一下再來好了 所以 可能 不過也是這樣 OK好 那這個地方如果要過 胖或過瘦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 處理不標準的部分 那如果你還要在不標準裡面 去處理的話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直接在這邊怎樣 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怎麼插 記得喔 先把delete 二的話呢 再插入 函數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 不要用這邊 因為他把它蓋掉 請你用前面的下拉清單 他會跳if if什麼呢 if這個裡面的值 假如是大於 大於5%的話 那我請你輸出 是不標準的 是什麼 過 過瘦 反之的話呢 就是過胖 OK好 這樣子 有沒有 關鍵就是這個 當然你可以顛倒了 OK好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本來不標準就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呢除了說可以看得出來 過胖 或過瘦之外還有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有三個 那and呢基本上也是一樣 那你可以針對不標準 再去做 插入邏輯的判斷 OK結果是也是一樣的 那最後的話呢當然 這邊還需要一個 VBA 那VBA當然 也會有兩種 一種是 假設吧 我們旁邊按個按鈕 輸出標準不標準 另外一個是 插入函數 有一個叫什麼 增減體重的函數好了 然後呢 給他一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他就直接幫你把結果 顯示出來了 兩個有沒有 所以VBA有兩種形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想想看 這個是and 第二個是 再把那個偶爾部分 改一下 第三就是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